第一場題就叫SH150 希望明天可以抱歉人獎 咦 亞洲女子天團SH 怎麼改的團名啊 原來是她們日前 為體育署擔任推廣大使 呼籲持續運動的重要性 而Ella健身有成 不僅在演唱會上大秀手臂肌肉 連活動現場也不放過 真的其實男生也會這樣嗎 男生每次這樣 我好像是在模仿我自己吧 因為我弟最近 他也是很愛運動 然後他在封三節 他體質現在不知道 體質到什麼程度 而且他把我們家弄得 整個已經快變健身法了 他還買了飛輪啊 什麼什麼什麼 蛙哥都買這樣 好 很健康 那跟你的口教生的部分 喔 我想起來 我剛剛教員好像 奇怪這個問題是什麼 學弟 對 我在學她的表情 因為覺得好像 那種努力用肌肉的時候 好像要稍微爭寧一下 很帥 很帥 運動選的伴也相當重要 單身的Hippie被問到 會不會跟老公一起運動 是讓她好尷尬 就是自己 老公老公 就是有空間幻想 可以跟老公 他有時候會幻想的 跟你 幻想中的老公 只有一種心靈的 我老公今天有來嗎 你想運動 老公的心靈 好棒 好棒 而立前Selena 更直升前往高雄 探訪氣爆受傷的傷者 為他們加油打氣 對我而言 我覺得我付出很多 但是我收穫也很大 因為我很認真地看 就關心每一個受傷的朋友 這樣 然後給他們 我所能夠想像到的幫助 我受傷出院以後 幫助我最多的就是陽光經濟會 所以我不確定 每一個家屬是不是知道這件事情 但這件事情非常重要 所以我也希望 我見到的那幾個家屬 可以盡量地跟其他商友的家屬講 這樣 因為我覺得 第一時間當然是交給醫院 醫院會做最好的急救 跟傷口的處理一切 但是出院以後 很多復健的東西 必須要靠的是自己 自己的力量 跟很專業的幫助 Selena以過來人的經驗 給予傷者建議 為這社會盡一份心力 也讓人看到他這四年來 持續不斷復健 之後終於成功 回到粉絲面前 蹦蹦跳跳的成果啦